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当前业界对AI、IoT、5G通讯以及高效能运算等的需求不断攀升,作为现阶段最尖端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之一,二奈米制成技术已成为行业追逐的目标。 随着工艺迈向二奈米,节点制成,电晶体结构由沿用多年的骑士厂效应电晶体FinFET架构正逐步被全环绕炸机厂效应电晶体GAAFET架构所取代。 与FinFET有所不同,GAAFET使用炸机材料完全包裹通道,从而带来更好的电场控制。 然而这种架构的改变也随之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实现多预值电压让晶片以较低电压之行复杂运算。 此外,在二奈米制成下,N型和P型半导体通道之间的距离十分狭窄,需要高度精确的曝光技术才能在实现多预值电压的同时,不会对效能产生影响。 对此,IBM与一家日本半导体公司Rapidus通过在构建过程中,引入两种不同的选择性减少层SLR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日前举办的2024年IEEE国际电子设备会议上,IBM展示了双方合作开发的多预值电压全环绕炸机厂效应电晶体技术。 据称,这项技术将在Rapidus的二奈米晶片量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IBM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与上一代FinFET相比,GAAFET使用的奈米片结构复杂度更高,虽然结构复杂,但与早期方法相比,该技术将使晶片的生产制造过程更为简化,从而让Rapidus更容易可靠的大规模生产二奈米晶片。 成立于2022年8月的Rapidus公司,由丰田汽车、日本电装、索尼集团、凯霞、日本电信电话、日本电器、软银以及三菱日联银行八家企业合资成立。 在当时,Rapidus公司获得了八家企业共计73亿日元投资,以及日本政府提供700亿日元初始资金。 不过,在后续资金方面,由于私人投资者认为Rapidus实际生产先进晶片的能力存在较高的风险,该公司目前严重依赖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 为了实现2027年量产2奈米,晶片的目标Rapidus预计将需要5兆日元折合320亿美元的资金。 目前,该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连续三个财年政府提供的9200亿日元补助金。 然而,这一数字距离5兆日元还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日本首相等官员曾多次强调,政府计划在2030财年前拨款10兆日元,支援半导体和AI产业发展,以刺激民间投资。 其中,对Rapidus的支援是这一政策的重点。 然而,如果Rapidus继续完全依赖政府支援,其可能会成为一家国有企业。 日本业界和媒体担心国有半导体公司可能成为成本高昂、效益有限的企业。 对此,Rapidus公司董事长Tetsuro Higashi强调,虽然Rapidus目前主要依赖政府支援,但最终目标是实现独立。 未来几年,Rapidus的目标是增加私人资金的比例,寻求通过银行贷款或私人股东增资的方式为工厂建设提供资金。 目标是让约一半的设备投资来自私人股东。 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加大了对Rapidus的支援力度。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计划案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在2025年度对Rapidus投资2000亿日元。 当然,不同于此前的补助金,投资能让日本政府以出资者的立场加强对营运的参与和监督,从而更易于发挥智力功能。 此外,计划案还提到,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10月对Rapidus进行实务出资,使用政府资金兴建的工厂、设备等资产与公司股票进行交换。 2022年12月,Rapidus宣布,已经与IBM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2奈米节点制成技术。 今年6月,双方共同宣布,以联合开发2奈米节点制成技术的现有协议为基础,确立了2奈米晶片封装量产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2奈米制成经理ChipLight先进封装量产技术。 这意味着Rapidus与IBM在2奈米节点制成领域的合作从前端扩展到后端。 需要注意的是,5奈米以下的制成工艺离不开EUV普光机,不论研发还是制造,都需要从全球唯一供应商ASML购买EUV普光机。 在市场和客户定位方面,从成立之初,Rapidus就将自身定位为台积电的替代供应商,旨在通过创建专用半导体市场来实现差异化。 这与擅长生产大规模和标准化产品的大公司不同。 在2024年,日本国际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展览会上,Tetsuro Higashi声称,对公司2奈米节点制成的市产线充满信心。 他透露,Rapidus的EUV曝光设备于12月交货给工厂,此外还有200余台设备陆续交货。 所有设备2025年3月底前到位,启动生产2奈米晶片市产线。 在2024年,日本国际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展览会期间,Tetsuro Higashi还称标准晶片浪费过多能源,并表示半导体产品应该从标准化产品转向为特定应用,比如机器人、自动驾驶和远程医疗量身客制化的专用晶片。 通过技术创新,未来的半导体产品可以将能耗降低到目前水平的五分之一。 他还预计,生成式AI市场将转向针对各种算法优化的专用晶片,从而导致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据了解,Rapidus位于北海道千岁市的第一座2奈米,晶片工厂已于2023年9月动工。 根据公司规划,明年3月底将完成市产2奈米晶片所需的全部设备设置工作。 4月启动市产线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待完成市产后,目标则是在2027年4月实现2奈米晶片的规模化量产。 不过,据日经新闻12月下旬报道,Rapidus公司董事长Tesuro Higashi称,实现生产2奈米晶片的目标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挑战,量产技术可行性,市场和客户定位,以及资金问题,尤其是严重依赖日本政府的资源。 具体而言,在量产技术可行性方面,由于日本制造商40奈米,以上的工艺已经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Rapidus选择跳过中间工艺,直接追求2奈米,工艺被视为一种鲁莽的城市。 但在Tesuro Higashi看来,由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先进的半导体技术,而Rapidus正在与IBM等合作,整合技术和经验,因此有信心实现2奈米晶片的量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